我是叶宇俊 今天要来延续之前的五声音阶指形单元 要为您介绍的是指形2的运指方式 关于上次的指形1部分 也欢迎参考说明处的连接练习 其实所谓的指形1指形2 我觉得不用太过考究名词 国外教材大都说pattern1 pattern2之类的 国内很多人会说是拉型都行之类的 反正就是纸板上的五种排列 练起来就对了 Pantatonic字面上指的就是五个音所组合的音阶 大多都是指中国五声音阶 这个音阶在多数的读咒中都可以听到 算是练习solo最重要的音阶之一 在练习时我觉得要注意以下重点 首先一定要永远维持picking 固定的下上波旋可以让速度有效率提升 再来是左手运指我都会由食指当作第一的按旋手指 这样可以让我的弹奏更规律 对于速度也一样有正面的帮助 再来就是一定要边弹边哼唱唱名或音名 千万不要变成自私化的背格子运动 如果可以做到以上一定可以练得更有内涵 练到心理练到你的人格中 由内而外的融会贯通 更可以对于音乐与音阶的关系更有感觉更有feel 在纸板上我所谓的指形2排列会是这样 也就是由第6弦的C开始 依须以CDEGA的排列完成五声音阶运指 继音名的好处是你在弹奏时比较不会被调性限制 这个方式和五线谱也是同步对应的 不管什么调绝对音名都不会改变 另外一种常见的方式是流行乐常见的简谱模式 相对就是以C为简谱1,D为2,E为3,G为5,A为6的方式来命名 当以简谱命名时 首先要注意是什么调性 才知道要以什么音为基准来唱名 另外一种和和弦有直接关系的就是音程模式 由音程模式可以快速地感受到音阶与当下和弦间的关系 以上三种是一般常见的表示方式 接着我会以8分音符律动示范弹奏一次指行2 并再以16分音符弹奏一次 一起来练习吧 以上是今天五声音音阶指行2的教学 这系列总共会有5集 欢迎持续发落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夜宇峻谈吉他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露接更新 也帮我的粉丝页点个赞并追踪抢先看 夜宇峻谈吉他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并追踪